中國這行全球第一 真相謝敵 太荒唐 善心女買26層房 開發商只蓋24層 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國際新聞演 我是美玲 由於蔡麥會引發中共的強烈不滿 促成蔡麥會的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 以及接待蔡英文的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里根圖書館成為了中共攻擊的目標 4月7日中共台辦點名制裁蕭美琴 稱今日起禁止其本人及其家屬進入中國和港澳地區 禁止中國的企業和個人與蕭美琴有經貿合作 蕭美琴發推文表示 這已經是第二次制裁了 對此 資深媒體人石板明夫表示 中共第一波報復措施終於出台 但如此荒腔走板的制裁內容 不禁令人啞然失笑 石板明夫說 首先中共最應該制裁的應該是蔡英文 他對中共的傷害最大 蕭美琴只是一個幫手而已 明明有大的不抓 假裝看不到 只抓小的 既不符合常理也不能服眾 另外 中共對蕭美琴的制裁可以說是毫無意義 因為蕭美琴應該既不會去中國 也不會和中國資本有關聯 可以說 中共的制裁就是一個笑話 中共是前履即窮 臺灣知名作家蕭麟也發出諷刺推論 稱中共又在發神經了 中共一直說 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臺灣人就是中國人 推論 那當然蕭美琴也是中國人啊 這樣說的話 中共政府應該下令通緝蕭美琴 要求美國政府將她引渡到中國受審 怎麼反而把她當外國人 用僅止進入中國來作為制裁手段呀 庫林系稱 中共主動放棄對國民的司法管轄權 又主動放棄對臺灣的領土管轄權 搞了半天 原來真心誠意的 再搞台獨的 是中國政府自己啊 中共早已把臺灣當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們認為蕭美琴不是中國人 所以才做出此等制裁 另外 中共還稱 要對哈德奇研究所里根圖書館及其負責人實施報復性制裁 對此 里根總統基金會總裁發表聲明說 該基金會對決定主辦麥卡錫領導的兩黨議員與蔡英文及其代表團會晤感到自豪 哈德奇研究所也發推說 我們很自豪在上週表彰臺灣總統蔡英文 表彰她抵制暴政的巨大勇氣和清晰的決心 可見美方並不在意中共的制裁 外界還關注到 中共的制裁居然招致了大陸網民的嘲諷 人們嘲笑中共當局不敢與美國對抗 只會打嘴炮 底線一退再退 有網友大喊 制裁麥卡錫不好嗎?制裁一掌 那可能就得干架了 不敢對麥卡錫制裁嗎?麥卡錫與蔡菜子見面還發表聯合聲明的 還有網友諷刺中共對里根圖書館的制裁 4月7日 臺灣總統蔡英文和前總統馬英九 分別結束了各自訪美訪中的行程 返回到臺灣 外界對兩人的外交成果進行了解讀 據悉 蔡英文抵達臺灣時 在機場發表講話說 臺灣會更團結 絕不會因為受到打壓而屈服 蔡英文出訪美國期間也多次表示 和美方溝通 對立案關係的平穩有幫助 但是希望中共能夠自我克制 不要過度反應 馬英九反臺發表談話時則大喊 久而共識又活過來了 對此 士兵人江峰分析說 馬英九到中國大陸可以說是高開低走 輿論搶先 風風光光 但下去以後連地毯都沒有 從水泥地就走出去 蔡英文是低開高走 大家可以看到高潮一幕接一幕 蘭英大力稱讚馬 在中國多次提到中華民國 但從連戰以來 國民黨人士去中國都不能提中華民國 那為什麼中共能允許馬英九提中華民國呢 太不正常了 這明顯就是中共和馬英九之間已經達成默契 中共對馬英九放水 中共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協助國民黨重新執政 臺灣陸委會則表示 中共宣稱 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誰證領土的一部分的時候 馬英九在中國大陸附和 宣稱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試圖連接臺灣與大陸的關係 卻忽略了中共一向是運用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吞併臺灣 消滅中華民國的依據 另外 4月6日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習近平會面 馮德萊恩透露 他向習近平提出臺灣問題 並告知 歐盟無法接受中共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 中國外交部則稱 習別說指望中共在臺灣問題上妥協退讓 那是痴心妄想 由於正直兩英反臺之際 外界認為習近平這番公開表態無形中打臉了馬英九 同時 也是在向蔡英文放狠話 俄戰爭爆發以來 不少俄國官員叛逃 一名去年叛逃的俄羅斯總統世衛官 近日在媒體專訪中 披露了關於普京的獨家消息 現年36歲的卡拉庫洛夫 曾是俄國聯邦警衛局的高級官員 通訊專家 他告訴英國倫敦的調查組織檔案中心 在他任職期間 曾陪同普京出訪180多次 卡拉庫洛夫披露 普京生活在一個信息真空當中 在他服務普京的那些年裡 沒有一次看到普京用手機 而且普京也不上網 普京依靠自己的核心圈子和俄羅斯的國家電視台來獲取信息 而且普京堅決要求在他去的每個地方都有俄羅斯的電視台 卡拉庫洛夫指出 普京把自己與世界隔絕 對現實的看法已經扭曲 以要求所有和他同處一室的人員都必須先隔離兩週 並且嚴格限制能親身與他接觸的人數 不過普京的健康狀況比外界傳說得要好 他很少因為生病而取消行程 每年都做例行的健康檢查 另外 自從出兵烏克蘭之後 普京更加偏執 他更不願意坐飛機 更喜歡藏在不起眼的裝甲火車裡 去年的10月 普京要求在俄羅斯駐哈薩克大使館建設一個地堡 配備安全通訊線路 卡拉庫洛夫認為 他其實就是害怕 普京還在好幾個地方安排了完全一樣的辦公室 從桌子到牆壁的細節都是一模一樣 對外會曉他的真正落腳之處 北約一名安全官員表示 這類消息被公開 對普京來說是非常嚴重的打擊 因為他非常擔憂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 這次泄密涉及到事關重大的通信問題 應該會令普京大為震怒 清明節之際 中共官方發出一則喜訊 即我國殯葬專利全球第一 引發外界關注 陸媒報導指出 截至2022年年底 中國墓碑累計專利數有2146條 佔全球總數的30% 花圈822條 佔全球總數的38% 古歸合的專利數更是達到了4291條 佔全球總數超過50% 不少大陸網民酸諷道 不以為恥 反以為榮 天天琢磨著收刮老百姓 該核心技術遠超歐美5000多年 預計還能卡住他們的搏鏡5000年 這個就是有點斷章取義了 這種專利 絕大部分都是外觀專利 雖然中共官媒宣稱國人在殯葬上產生了驚人的創造力 但是細細想來 這樣的好成績背後 又是用多少中國人的命換來的 背後又藏著多少心酸 看中國記者李子希撰文指出 我們可以從幾則新聞中簡單的了解實情 一個是 去年4月 北京某三甲醫院太平間對停放不足3天的遺體 收取近4萬元的費用 百姓苦不堪言 第二是 去年底有消息指出 安徽省安慶市淮寧縣的百姓 在前往殯儀館時 僅止攜帶無品牌 無合格證 無發票的骨灰盒 死者遺體也不可自行送去 只能由殯儀館專車來接送 另外 今年初 北京大學一名教授的遺體火化以後 其兒子發現 殯儀館的骨灰盒最便宜的也要7000元 於是 選擇不買 卻被工作人員罵不笑 還有今年3月底 一則男子私自將父親骨灰撒入大海被抓的新聞登上熱搜 據報導 這名男子被罰款2萬元 誰能想到如今在中國 私自海葬也屬於違法行為 都說科技快速發展 給人民的生活帶來諸多便利 可是在中國大陸恰恰相反 雖然殯葬專利數量全球第一 但各種喪葬用品確實越來越貴 人們活不起 死也不瞑目 這一現象不令人玩味嗎? 陸媒報導 2014年陝西同川的姚女士買了一套漆房 當時開發商宣稱 住宅樓一共27層 她最後選的是26層 然而完工以後 姚女士非常崩潰 因為開發商只蓋了24層 據悉 姚女士購買的是陝西偉安置業和同川王岩村村委會合作開發的 水岸巴黎小區的房屋 該村村民可以以每平方米1700元較低的價格購買 2016年前後 開發商因為資金鏈斷裂而停工 2020年小區更名為上和郡而復工 花了錢 但得不到房子的姚女士找開發商理論 開發商不予解決 於是姚女士轉向市政府投訴 經有關部門協調 開發商給出兩種處理方式 一種是雙倍退首付款 二是每平方米加600元給房子 姚女士申請雙倍退首付款 但2022年 開發商卻以姚女士投訴過為由 既不給房子 也不給雙倍退款 還以她鬧事導致工地損失為由 要求她道歉 但姚女士不願意道歉 輿論紛紛指出 這樣的事情太荒唐了 也就在中國能夠遇到 也是韭菜們的福分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關注 我們下週再見